死门凯在削弱后终于是迎来了再次调整 28号上线的大版本更新中将会改动多个方面 一技能天驱CD时间减少2秒 二技能滑动到普攻的攻击范围也有增加 还有常态状态下自动掉血的数值也会减少一些 这些改动都算是比较直观的数值可以看到 但那个新增的技能伤害无视防御增加的效果需要上线后实测 很多人也都期待着可以用叶凯或者是其他技能直接击穿木人以及虚走能呼 这次的改动只有天驱的CD时间是直接回调了上个版本 其他方面算是优化和加强 虽然更新内容还没正式上线 但起码可以在改动方案上能够感受出死门凯的变化 下个版本应该是可以拿出来用一下了 那么再来感受一下调整之前的死门凯实战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